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如何使用手机来上架与你的商品成为一个虾皮的卖家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电脑版的使用哦 你好我是鱼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来 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还没有订阅与我的话 赶快点击下方的订阅钮订阅与我 那订阅与我的话旁边的小铃铛不要忘了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讲电脑版的操作哦 虾皮电脑版的操作 首先你会看到热门关键字 这些热门关键字你可以 如果你的商品是跟这些热门关键字是普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用在你的TEC上面 让买家更容易的去看到你的商品 而且这些都是有人买了广告放在排行榜上面的 所以你就不用花钱来去做这个热门关键字的排行榜哦 你的商品更有机会得到曝光率 首先我们打开卖家中心 这里就是卖家中心 那有几个东东在这边 我的商品我的卖家分类跟我的销售 我的行销活动跟我的进账跟我的钱包 还有卖场的设定 卖场的设定你可以设定你的卖家的图片啊 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物流都可以 钱包的话你要绑定你的银行的账户 然后才可以汇钱给你哦 进账的话是看那个钱可以进入到你的蝦皮的账户里面 我的行销的活动这个我们等一下讲 我的销售就是看你的销售的东西出去 卖出去的东西或者是正要出货的东西这样子 那分类的话是可以把你的分类说 比如说哎这是衣服啊通通都是衣服的啊 动脉商品通通都是动脉商品这样 就是上下你的商品 那么上下的方式跟电脑版也是大同小异 从这边去增加你的商品 那么操作就跟手机版的一样 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OK那我们来讲我的行销活动 我的行销活动又分成关键字的广告 跟我的折扣活动 跟我的主题活动 然后不要问为什么我的蝦皮是个字体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字体啊 所以这字体超花俏的 所以有些字我是看不清楚的 问了蝦皮现在去FB问了蝦皮 蝦皮也没有回应我 好就是这样子 那么关键字的广告就是你要花钱 然后最低的价码是500块 如果你是新手你不想要花钱的话 就是刚刚的关键字的那个 一定要下的好 那我的折扣活动就是你可以弄出 打折的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在正在进行中的活动 那这是我动脉商品 动脉周边商品 那么这边你会看到 我原价是700块 那我现在要打折 要特惠活动的话 那就是500块 那这边原价的话 我会建议你把它弄高一点 比如说你本来是想要卖500块好了 那你就摆个700块 那么你可以放600块 那这样子让人家 有杀价的空间 因为有些人会来做杀价 那如果你放的太低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成交这个客户 所以尽量就是让你的 你预算说 你比如说想要卖500块 那你就可以稍微再提高一下你的价 让人家有那个杀价的空间 这样子 那么你也可以就是时间去弄 像你要多少时间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分那 比如说这是MOMO的 然后这是衣服 这是动漫周边商品 那动漫周边商品 我还是弄两个 这个你自己去做调整 你自己去看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的行销活动里面的 我的主题活动 我的主题活动是属于 萧皮他自己官方的活动 然后你可以自己看你这边有 接下来的活动 跟进行中的活动 跟过去的活动 那么你当然是要选择 接下来这个活动 然后去报名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的活动的细节 那他会以优先考量的调节 那么如果你有卖这些商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在下方新增的商品 那一旦是 他会开始等待审核 他还有3D 你可以还有3D14小时的报名 那等他审核完了之后 就会活动开始 那活动是 9月26号到9月29号 那会让你的商品 可能会有大量的曝光的机会 那配合活动是 主题活动是最好的 那这就是今天要讲的 虾皮电脑版的操作 跟手机版的茶椅这样子 如果你有学习的话 请给我点一个喜欢 让我知道 那影片就结束了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群网站 那我是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 6点30分准时发片 当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FB的粉丝团 跟我的虾皮小铺 我的虾皮小铺 有动漫周边商品 二手商品 银哥陶瓷 还有带过猫猫 雅虎 博克莱的商品哦 如果上面没有商家的话 也可以私讯跟我讲一下 OK那今天就这样子哦 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予我 那我们就看一下 是用怎样的影片 来记录生活啦 就这样拜拜 发唐 发唐